但是实情如何 我并不知道 你娘 对 我娘姓林 她的娘家就在京城 她自己十几年前就失踪了 现在生死不明 我爹估计是去找她了 所以也跟着失踪了十几年 你说你爹娘失踪的那一年 还是幼儿的郡王在皇宫里被人下毒 差点夭折 下毒的嫌疑人 说是一个小妇之家的少夫人 所以你爹娘就是当事人 是 那你们的亲事 这事就不劳沈夫子操心了 怎么突然就到了这样 刚才本来都还聊得好好的呀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病情了吗 你说 你这不是病 是受到了辐射 造成了身体的病变 辐射 就是说 你长期接触到了某种物质 这种物质会放射出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慢慢地让你身体的器官发生病变 所以 这不是你本身生病 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 这么多年来 我看过部下百个大夫 你这种说法 我第一次听懂 这个也很正常 一般的大夫应该看不出来 这么说来 果然还是王妃的医术最厉害 请问 郡王妃 我家主子这个病 能治吗 没事 你直说就行了 生死未经看开 也不是不能治 就是哪怕治好了 你的身体 也会比正常人要虚弱脆弱一些 也要一辈子注意饮食 注意休息 不能跟那些身体健壮的人一样任性就是了 能治 能治 就是挺难治的 说实话 可能除了我 还真的没有人能治了 请郡王妃 医治我家主子 起来起来 只要沈父子自己同意 我可以当她的主治大夫啊 那就 请郡王妃帮忙 可以 不过你这个比较麻烦 至少也得花上半年时间好好调养 你能再照顾京城住上半年吗 主子 任何事情都没有您的身体重要啊 这倒是真的 人在 才能去做更多的事 人不在了 什么事都办不了 不瞒沈父子 你这个药再不治 真的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倒是说的挺坦率 别的大夫都不太敢直接跟我说 我还剩下多少十 我还剩下多少十